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零君姐 她不是死了吗 怎么不接电话呀 不是一直都想寻求支援吗 原来 头九号升量激素的人真的是你 没错 是我 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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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废事儿吧 老杰 老杰 你也赶紧过来帮忙 快快快 老杰 哪摔着了 你好 我拿到九号升长激素 发现你们对我产生了怀疑 于是我利用九头蛇制造了假死 这样你们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 所以 这九头蛇是你造出来的 不不不不 准确地说是我和我团队 了 是 你说 亨元 正 这 这 这不是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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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 你没死 难道 你也参与了与俊杰他们的实验 对不起 靖天 当年是我一手策划了假死时间 是我对不起你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这么做 停止 现在时间进行得很顺利 为什么要停止啊 我考虑了很久 觉得还是要尊重 伦理委员会的决定 那这些时间成果怎么办 按照管理 全部消灰 当年陈教授就是因为 没有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批 想要终止这个实验 我本来想尤识你和我一起 瞒住陈教授保住这项实验 可是我刚一试探你 你就十分抵触 甚至让我把数据拿出来 去逼陈教授终止实验 为了保住实验成果 我只有假死 去找私人实验室合作 我依然很爱你今天 你愿意为了我 保守秘密吗 你愿不愿意为了我留下来 和我们一起进行这项伟大的实验 你醒醒吧 不要以科学的名义 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 谁都不知道会有什么样在那 没你说话的份 五年前 如果我知道回答的是不 我会失去你 那我一定不会那么回答 小夕 你知道我一直很反对这种 被大自然规律的实验 可是为了你 我愿意试一试 你还记得五年前 我们最后一次在进实验室前 我跟你准备的礼物吗 这五年 我一直都把它放在身上 今天 终于有机会 把他送给你 终于有机会对你说出 小夕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老大 今天 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 我们一定要把这失去的五年 都补回来 我们要在一起培育 好多好多可爱的宝宝 都听你的 这些宝宝 会很聪明 这些宝宝 也很可爱 你也很可爱 大庄人 我给他们设计的智力基因 他们的智商相当于四五岁的孩子 有了九号胜长激素 他们一定能够健康地成长的 胜长激素呢 刚刚明明在这儿的 刚明明在这儿的 你今天居然这么对我 小夕 跟我去自首吧 你开枪啊 开枪啊 宝宝 你杀了他 快走 快走 宝宝 杀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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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你不要怪我 这都是你逼我的 就有那两个人 已经在我面前转来转去的 宝宝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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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聪明又如何 不过是一只失血的怪物罢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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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萱 雨萱 雨萱你醒醒了 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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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还好 你们也小心啊 好 救援队很快就回来救我们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好